中秋廉假前夕为了维护花莲地区的海岸治安 防范围禁品以及疫病入侵 海巡署第九巡防区指挥部近日统合所辖的第1、2岸巡队 第6海巡队以及花莲茶器队等单位 针对花莲沿岸以及海域执行中秋节扩大直检及联合威力扫荡 要强化勤务作为发挥岸海勤务的量能 来阻止这些步伐的行为 并展现海巡署维护海域海岸治安的决心 在中秋节的前夕第九巡防区指挥部 要求所属的岸海勤务单位 加强辖内的港口岸季易走失的地点摊岸 以及容易躲藏可疑人士的防风林 碉堡寒洞厂防空污及港区的下水道 巡查工作而巡防艇也在海上实施扫荡 并针对进出港的船罚实施扩大的指检 同步提升港口安全检查能量 强化辖区防范走私 偷渡维护工作 借由这次的扩大威力扫荡行动 有效的打击犯罪 并且将非洲猪瘟疫情杜绝于境外 记者凌杰综合报道